有關City餐廳的四個顧客 我分別來說明一下 那有一位是 這個 一位是1月7號有用餐的 他是一家七口 那其中 這個包括孩子 包括這個祖母母親都確診 那 這個今天確診的是爸爸 18066 這個已經在集中檢疫所 那麼採檢確診 這是二採確診 基本上今天所有的個案都是 在居家隔離 或者在集中檢疫所 相對對社區的影響是比較小 而且是二採 那轉為陽性 另外有三個 這個顧客是1月9號 這個居家隔離範圍的三位 那這三位一樣是 在我們City專案 1月9號的這個專案當中被居隔 那分別是這個 爸爸媽媽跟這個孩子 那麼這裡面有 18051 18052 18053三位 那這三位 那這三位呢 我們在這個居隔的時候的二採 那麼確定為 楊姓 那其中 一位在 這個 八歲的這個 孩子 在悉尼國小 另外一位在 華盛頓私立幼兒園 這兩個部分 我們今天正在擴大採檢 另外有一位是 這個 17997 他的職場 的這個 居隔的範圍 職場有接觸者 這個18065 那因為他已經居隔了 那 他原來這個是也是1月9號的 這個顧客 他是 六個人的生日宴聚餐 那 他職場 這個聚餐的 這個 確診者 在職場也有 他的 這個 這個足跡 那 那18065 是衍生出的 居隔的 對象 那麼二採確診 好 這個是有關 這個 西題的部分 簡單的講 西題就是 1月7號多一個 顧客確診 1月9號多三個 確診 那另外衍生出一個 這個1月9號的客人 顧客 他的職場 多一位 目前這個 有 14位 那麼 學生或者幼兒園的學生 確診 所以我們有將近 我們有10個學校或者幼兒園停課 14天 那其中中立高商以及東興國中的專案 目前採檢的結果 除了這個新增確診個案外 都是陰性 那另外剛剛我說明的 內力國小 美其幼兒園 佳音英語的原生分校 那麼包含社區的民眾 2217位採檢的結果 那今天的結果已經出來都是陰性 另外原來的停班的 停班的這個7個學校 包括中原大學 武林高中 中立家商 中立國中 中興國中 智平高中 起因高中 那採檢的結果都是陰性 那今天有恢復的上班 另外有兩個國小 一個國小 龍潭國小 以及四立龍潭幼兒園 那今天進行預防性的停課一天 中立的信義國小 以及華盛頓幼兒園 那因為有這個新增確診個案 他是居隔二採 那麼陽性 那雖然他在這個 居隔前他足跡不多 那為了安全起見 我們這兩個學校幼兒園 進行全校的採檢 那今天會採檢完成 那這個採檢的結果 會再跟大家報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